那么这些人跟曾经红的交集的手段 无非是权力、金钱、女色的交易 但为什么后来全部被抓了呢? 当然是习被江家只认为 作为干一切的一个丫鬟 也就是南普特计划 让习上来干一年 然后交给谁呢? 就交给江家和曾家指定的韩正或孙政才或王民 这些人加在一起 当时栗战书也有幻想 但前提是习上去要把后果 整个过去的得对江家和曾家的所有的共青帮全部消灭